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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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美丽阳光的女孩 一个高学历的研究生 有着无限前途的陆阳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呢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一说起这个问题呢 陆阳的母亲张华瞬间就充满了悲愤 他说那是一个让他永远都忘不了的日子 2015年1月19号 陆阳的原本是和表姐约好了在武汉某火车站见面 一起坐车回皇室 但是眼看着开车的时间越来越近 陆阳的却一直没有出现 张华口中的刘瑞是陆阳相恋了8年的男朋友 当时表姐一听 陆阳是去见男友了 也就没有在意 可是一个多小时以后 当表姐再次拨打陆阳的电话的时候 情况却让他有些意外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陆阳表姐的情绪从不对劲变成了不安 之后她联系了也在皇室的陆阳的女性张华 为什么对于女儿去见男友这个事 张华会如此惊慌呢 当时张华并没有来得及解释 她一边吩咐陆阳的表姐赶紧去打听陆阳和刘瑞的这个见面地点 一边拉上丈夫急急忙忙的就往武汉赶 当天下午四点钟 张华和丈夫终于赶到了 他们找到了在校园内刘瑞租住的房子 然而当他们推开门的时候 眼前的场景却让人根本就不敢相信 上午还活蹦乱跳准备回家的女儿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 竟然就一脚踏进了鬼门关 当时张华和丈夫简直都快崩溃了 在无限的恐惧和慌乱之中 他们报了警 而且把女儿送到了医院 根据医生的入院诊断书 陆阳被诊断出了急性颅脑损伤 缺氧性脑病和吸入性肺炎等病症 而在警方出具的这个伤情鉴定书上 陆阳的伤残等级为重伤一级 一张诊断书和一张伤情鉴定书 对于张华和丈夫来说 这两页纸上的每一个字似乎都有了千军的分量 压得他们几乎闯不过气了 他们怎么都想不通 女儿只是去见一下男友而已 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 在发现陆阳的时候 他的男友刘瑞已经不知所踪了 这样的惨剧是刘瑞一手酿成的吗 如果是的话 刘瑞现在又在哪呢 事情发生之后 武汉警方通过网络发出了协查通报 仅仅用了六天的时间在广西北海 刘瑞就被找到了 经过审讯 刘瑞交代 正是自己重伤了陆阳 如此残忍的事情竟然还真的是刘瑞干的 这个事实就连警察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据了解 刘瑞和陆阳已经谈了八年的恋爱了 八年什么概念 哪怕是捂着一块冰冷的石头 都能把石头给捂热了 可是刘瑞面对女友 他的心竟然比石头还要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刘瑞归案之后 真相终于明了了起来 让人大感意外的是 这件事的导火索 竟然是因为一套婚房的署名 什么 婚房署名 两个相恋了八年 并且还都是高学历的年轻人 真的会为了一套房子而产生这么大的矛盾吗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陆阳和刘瑞是高中同学 两个人的感情萌芽于高中时期 但却并不是特别的顺利 大学期间两个人是异地恋 分分合合的就像是家常便饭 而且陆阳的母亲也不太喜欢刘瑞 为了解决异地恋的难题 后来陆阳和刘瑞约定去考同一个学校的研究生 然而遗憾的是那一年的刘瑞如愿考上了研究生 而陆阳却不幸名落封山 为了兑现当初的约定 陆阳准备再考 可是没想到这边陆阳还没考 那边刘瑞父母的态度却变得微妙起来了 看得出来 从一开始 刘瑞和陆阳谈的就是一场不被家人认可的恋爱 所以说两个人并没有因为双方家长的反对而彻底分手 但是其中的波折估计您猜也能够猜得到 好在最终陆阳还是考上了刘瑞所在学校的研究生 解决了异地恋和学历的问题 可就是在陆阳研究生毕业前夕 这俩人终于要谈婚论嫁的时候 又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迎面而来了 两个人要结婚 婚房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可是当时刘瑞刚刚毕业不到一年 陆阳呢还没毕业 两个根本没有多少经济能力的人 要怎么去买房呢 本来嘛在很多家庭里头这种事情都少不了双方父母的帮衬 可是这一次呢因为房子的问题 刘瑞和陆阳之间却又闹起来了 当时两边商量的是刘瑞家呢出钱买房子 陆阳家负责装修婚后两个人共同还贷款 然而让陆阳一家特别气愤的是 在谈到这个房屋署名的问题时 刘瑞家却坚决不同意房产证上写上陆阳的名字 刘瑞斩钉截铁的拒绝让陆阳的父母很生气 而陆阳呢他夹在男友和父母的中间是既尴尬又无奈 考虑到父母本来就不太同意自己和刘瑞的感情 一向容易妥协的陆阳呢这次拿出了少有的强硬姿态 极力争取在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 所以他就觉得已经有点伤了父母的心了 如果结婚的这件事情上就是有一些很过分的要求的话 他觉得对他父母是一个二次伤害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陆阳的争取无可厚非 但是刘瑞一家呢好像是有那么点不够地的 但是当时刘瑞却不这么想 眼见着陆阳不像往常一样让步了 刘瑞的火气是一天比一天大 到了后来他一气之下 竟然给陆阳的母亲张华打了个电话 提出要将之前给陆家的那五万块钱彩礼钱拿回来 可小而知这事陆阳的母亲也是彻底的火了 2015年1月3号 陆阳的母亲张华约见了刘瑞的母亲 这次见面双方闹得是特别不愉快 孩子间的分歧到了最后就伤害了家长的自尊 演变成了双方父母的正面交锋 这不能不说是让人痛心遗憾的 家长之间闹成这样了 让孩子见面的时候如何相处 但是当时也许是都在气头上 两边家长谁也没有意识到要给孩子们留下一定的余地 总之最后陆阳和刘瑞两个人的婚约就此解除 陆阳和刘瑞就真的分手了 这次分手之后 在母亲的要求之下 刘瑞辞去了武汉的工作 回了老家皇室 而陆阳呢 选择了一次出国旅行 平复自个儿的心情 可这就意味着双方彻底分道扬镳了吗 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陆阳旅游回来的第二天 刘瑞竟然就以自己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为由 打电话把陆阳约到了苏兰的房子里 在求爱未果的情况下 做出了一件让人无法原谅的事情 微信发生之后呢 陆阳的母亲张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 几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在悲痛之余 他更是陷入了对刘瑞一家极大的愤怒之中 为了给女儿讨个说法 张华开通了微博 在那篇引发了众人关注的长微博当中 张华说女儿出事之后 刘瑞人从来就没说过一句对不起 也从来没有主动拿过一分钱的治疗费 不仅如此 在对刘瑞一家的指控当中 张华更是表示 陆阳的遭遇根本就不是偶然 刘瑞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了一个极其冷酷和缜密的计划 他是买的沾街向我女儿求爱 那倒不是真意思 那就是他就是一个未了的心愿 我求爱曾放过你嘛 求爱不曾把你杀掉 张华的这番话不免让人听的是心惊肉跳 如果这话是真的 刘瑞的行为似乎也太过疯狂和不可思议了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生 刘瑞应该知道伤害陆阳的严重后果 难道这一切真的是刘瑞事先计划好的吗 当记者历经周折终于见到了刘瑞的母亲之后 刘瑞母亲的情绪似乎也有些激动 他表示陆阳家人的这个话你也不能全信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还有很多东西根本就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 刚才我们说到在一篇阅读量超过700万的常维博上 陆阳的母亲爆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消息 他表示刘瑞之所以对陆阳痛下毒手完全是有预谋的 这话一出不少人都觉得特别震惊 评论了他对刘瑞的主则慢罢更是数都数不过来 难道刘瑞真的是早有预谋求爱不成就要伤害陆阳吗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情况 几经周折之后记者来到了湖北省黄市市 刘瑞的家呢是在市区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市场里边 这是上个世纪单位的这个家属楼 从外边看房屋已经有些老旧了 当记者来到刘瑞家门口的时候 屋里呢似乎并没有人 而在和这个刘瑞家对门的邻居闲聊的过程当中 邻居对于刘瑞的印象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两个孩子都挺老实的真的 看着都是读书的嘛 他姐姐是大学吧还去示范吧 然后他刘瑞 因为读书之前反正都还可以的 见面都打招呼 很老实 对对对 那现在有人告诉你就是说 刘瑞可能涉及了一些犯罪 不可能吧 绝对不可能真的我不知道 这孩子真的挺老实的 刘瑞给邻居留下的印象倒是挺好 只不过这做出的事嘛 您肯定也会有自己的看法 随后在楼道里记者见到了刘瑞的母亲 面对记者的采访刘瑞的母亲虽然有些警惕 但是呢并没有抗拒 他承认虽然有些细节不像陆阳家人描述的那样 但是当初因为房子的问题 两个年轻人确实是矛盾闹的挺严重 也翻了手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刘瑞就因此蓄意伤人 不仅如此 刘瑞的母亲还说了 刘瑞之所以后来又约见陆阳 其实只是为了挽回女友 想向她求婚而已 而至于为什么刘瑞想要挽回陆阳 刘瑞的母亲说呢 那还不是陆阳的举动给刘瑞留下了念想 说她要去泰国玩 想不想见一面 刘瑞说见一面狗一 刘瑞当时我估计陆阳之想 还是放不下吧 就是 就是说那就请你吃个饭 请她吃这个饭 她给了两千块钱的 不管怎么说你收了她两千块钱 陆阳之给了她一个念想 根据刘瑞母亲的说法 正是因为陆阳给了刘瑞希望 刘瑞才会想着跟陆阳复合 才会约陆阳见面 才会有了后来的悲剧 可是这个说法真的能够站得住脚吗 记得哲学上有一个观点 一件事情的发生必然是内因和外因 共同作用的结果 回过头来再看刘瑞和陆阳的这个爱情悲剧 从表面上来说是因为一套房子 可房子的纠纷问题 相信在很多恋人之间 也曾经发生过 为什么别人就没事能够好好的处理 偏偏就他们走上了这样一条 无法挽回的道路呢 这里边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引擎 在调查过程当中 记者也采访了双方的邻居和朋友 从他们的口中 或许我们也可以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据陆阳的邻居讲述 陆阳从小就是在母亲的绝对呵护之下长大的 上下学接送那就不必说了 高中的时候陆阳的母亲甚至都辞职去陪读 生怕女儿受到一丝的风吹雨打 就没有把她放出去走到社会 跟你家那样小孩一样的 实实地就跟她学习学习学习 就是没有跟社会上接触 就这样在母亲的呵护之下 陆阳从小养成的是一种善良 而且非常退让的性格 而这样的性格在她和刘瑞的恋爱当中 也明显的体现出来了 据两个人的同学说 陆阳和刘瑞每一次闹分手 都会以陆阳的妥协而告终 也许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滋长了刘瑞的脾气 而刘瑞呢 虽说在陆阳面前 这个刘瑞一般是强势的一方 然而在自己的家里 刘瑞却没有太多的话语权 让孩子向东孩子不敢向西 如果刘瑞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除了这种严厉的管教之下 倒还是能够让人理解 可是现在刘瑞毕竟是个研究生 毕业已经参加工作的成年人 在母亲面前 他仍然没有半点自主权 这就可以想象 刘瑞的母亲的这个强势 对孩子的影响究竟得有多大 他就是一直那种很依靠家里 依赖家里 所以他从来也不对他父母的任何行为 他从来都不会那个职责 因为他自己说的原话就是 我什么都是靠我爸妈得来的 如果我把他们得罪了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从同学们的话当中 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 在父母的绝对权威下成长起来的刘瑞呢 也是非常缺乏独立性 他和路亚两人几乎每一次的分分合合 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到家长干涉的痕迹 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家长更是开始直接插手 当两家父母因为婚房闹出矛盾的时候 刘瑞明显没有意识到他们将来是一家人 只顾自己一方了 而成了引战的导火索 导致双方怒退彩礼解除婚约 而当两个人分手之后 刘瑞甚至连自主选择事业的权利都没有 母亲一说辞职 她马上就回家了 在刘瑞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异常强大的家长的影子 那么这次悲剧的酿成 完全是因为家长太强势的缘故吗 并不完全是 正所谓月亮也有明暗两面 在家长长期的压抑之下 另外一种极端的性格在刘瑞的体内疯狂的滋长了起来 而当他面对比自己还要弱小的陆阳的时候 这种性格明显的表象的时候 他偏激而且充满了占有欲 两个人退婚之后 也许刘瑞确实想到过挽回 可是当他买了钻戒点了蜡烛 却意识到很可能再也无法挽回陆阳的时候 刘瑞所有的偏激都警喷式的爆发出来了 他放任内心的占有欲 疯狂的吞噬着理智 最终亲手制造了这起令人痛心而又愤怒的悲剧 给一段原本足以让人羡慕的恋情 画上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休止 悲剧发生了7个月之后 2015年8月28号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开庭审理 判决结果目前还没有出来 回头再看今天这个事啊 这件事情当然是个极端个例 要为极端行为最终负责的人仍然是刘瑞自己 他毕竟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但是人们多少还是有点疑问 为什么两个青梅竹马 而且高学历的年轻人 本来应该有能力拥有他们自己的幸福 但却偏偏没有处理好 而最终演变成了让人痛心的悲剧 有人说从某种角度上看嘛 这件事情对为人父母者也有一定的启示 有句老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每一个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幸福 能够尽量少点坎坷 多点顺利 这种心情我们太理解了 可是孩子们毕竟要长大 要独立 要拥有能力 特别是拥有胸襟 去处理好小家庭 大家庭 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方面的问题 在重大问题上 家长当然是要给意见 但不能够把他们当演员 自个来做导演 适时的把手松开一点 给他们留点空间事情的结果 可能就跟我们预想的不一样了 但是那也不一定是个坏 好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隔离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聊聊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各位观众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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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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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感谢观看